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作狙击的作用的 觉得是不是很好笑 当然这个本位战士的逻辑呢还有使用机关枪来进行狙击 像这样 啊 是不是 一开始呢 这个不同颜色的墙 这是第一个秘密地人 浪费了整一盒的子弹 无所谓的 顺着这些破碎的平台穿过来 可以把敌人给打掉 记得拿上这个 血量 然后呢看到下面这里有个洞 跳下去 冲进来可以拿到一个防护符 这个防护符呢可以帮我们探索一下这下面的东西 放到这个按钮 这样的话呢会升级 做台阶可以回去 然后站在这个不同颜色的 块上 这上面是一个秘密地点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黄色的洞穴区域 等一下我们会从另外一边回来 所以但是现在不用往那边走 好了 顺着这个路走 这一关的印象很快就会出现了 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印象 哈 哈 终于可以死了是吧 好的 把这里的敌人都清干净 清干净之后呢发动这个按钮 注意这是一个陷阱 使用机关枪把周围的枪手先给清干净 这失落灵魂是什么回事 然后冲上来把这个亡灵给清干净 哼 我居然跑到这么上面的时候 我跑到他们面前然后打了一炮 才打掉了20的血 然后把这胖子也干掉 这个地方呢虽然说看起来这个敌人的种类很多 但是实际上是比较难引起敌人干架的 放这个按钮然后踩到这里来准备好 我想要三发火箭 我说基本上能解决问题 结果没成功 打开那边那个按钮之后呢 我感觉这个音乐音量有点大 我稍微调一调 嗯 打开那边那个按钮呢 是打开这个的 嗯 没有小一点什么 无所谓的 下来之后呢把这个小鬼干掉 它这些洞穴区域啊 我觉得还是做的挺细致的 可以看到这些不规则的东西啊 然后这些水的层次啊 流水的层次我都非常的喜欢 可惜呢这个 被一些比较负面的印象所掩盖了 好了 顺着这个台阶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 暂时先不要拿这个隐身球 不然的话呢打这个男爵会特别的不舒服 我又说好像听到一个 幽灵的声音 这个盔角嘛可以先 不保留了 因为等一下有一个超能球 所以说这个保住也浪费 这个隐身球然后留在后面 回来的时候用 下来 这里有一个胖子 啊 机枪手帮他挡子弹 好样的 然后这个地方之后呢 就没有路可以走了 但是认真看这个地方 角落有一个传送器 成功这个传送器呢 可以拿到蓝色钥匙 如果承受这个传送器呢 就回到原点了 但是呢 如果你要来回跑的话 那太麻烦了 我们可以承受 神经病了 来的这个传送器 会把我们传送回 一开始的这个分叉路 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可以走这边 这边这个鲜蓝枪的平台 是可以降下去的 像这样 好了 走这边 因为这边是蓝色门 所以说我们 第一 一开始呢 选择的右边是这个原因 你看这个中主石啊 这些小 这些山洞里面的水流啊 这种东西都确实做得相当的不错 好了 我们乘坐第一个 非常长的电梯 这个也不能说非常长 但是已经算比较长了 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一把BFG 尽可能把敌人都清理一下 我去 卡在那蜡烛上 不过头了 无所谓 刚刚这里的东西 有血量吗 现在这血量不是很好看 无所谓 打到这个油桶 可以看到这个红钥匙 就是在那个恶魔的十字架上面 到时候呢 我们会通过一个秘密 来拿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需要过关的 打开这个蓝色钥匙门 注意这里有个机枪手 上来之后呢 这个现弹枪手所在的位置 这个是秘密地点 注意要赶紧把东西拿上 不然的话 这个墙把东西顶到上面的时候 那我们就拿不到了 我们发射火箭 把这里的亡灵给清除掉 死了没 死了 可以了 准备好机关枪 在这个红色的洞穴区域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以小鬼和枪手为准 所以机关枪呢 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这里是一个秘密地点 但是我等一下再回来拿吧 因为等一下会掉点血 正好补充一下 这些洞穴呢 就顺着右墙走 或者顺着左墙走 都可以随你变 到达一个 看起来不一样颜色的这个地方呢 又是一个非常长的电梯 也不能说非常长 一般长嘛 非常长不是说这个 乘坐这个一般长的电梯 上来 可以看到这个溪流 这个溪流之前 我们在外面经过是吧 在这个洞穴里面呢 可以看到这个 飘浮在一个空中五芒星的 王药石 拿上 你直接跳下去就可以了 注意上来之后呢 会触犯一个陷阱 就是会有两个番茄加上一个土豆出现 过去 居然在照 按说一个还会有一个番茄的 不见 他在照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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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是时候拿这个秘密地点了 冲过去 这是一个假墙 我都忘了这里还有很多这个 电池呢 触发了一个机箱手 我们不用去管他 然后下面呢 会有一大堆的幽灵 我们跳下去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被挡住像这样 但是 我想说 站在这个角落呢 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我刚才没跳好 为了掩饰这个被挡住 结果直接跳下来了 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站在这个角落 然后拿着电锯下来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就是第一个 非常长 这电梯 然后我们乘坐这个非常长 这电梯到达上面 把这个机箱手关掉 好了 顺着走向走 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点不一样颜色 哎呀不好 不好解释这个 这是一个一般长的电梯 不好意思是非常长的电梯 乘坐这个电梯呢 上去呢就会回到 我们一开始那个地方 非常无聊 还记得这个秘密地点吗 就是这里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乘坐这边这个 走到这边 乘坐这个 也是非常长 这电梯回到70点 反正这一关很多设计 都是非常的没有意义 我也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 好了 咱往右边走 这是我们要 重新 返回到原来的那个黄色 黄色钥匙区域里面 还记得这里有一个隐身球把拿上 这里呢有一点点帮助 因为我们会被敌人围 所以说利用这个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 下来之后呢 踩上这个地方 可以触发两个胖子 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干架吧 稍微绕一绕 让他们开始打起来是比较好的 说你开火啊 那行 发动这个按钮 咱们来到这个后面 发动这个按钮 这样的话会打开这么一个房间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房间 确实会让我想起了古墓丽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打这个墙 好 这里有一个按钮 发动这个按钮 这里会有一个机箱手 陷阱 发动这个按钮 这样的话会打开这个门 注意 孙子这些蜡烛走不要走太快 这把这小鬼清掉 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呢 所有东西会变黑 然后这个 这两个蜡烛中间呢 会打开一个门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白色的点 在那里运动的 我们就瞄准这些白色的点来打就可以了 发动这个按钮 这里会出来一个按钮 发动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 撞到这个墙上 就会拿到这个红钥匙 我们从后面拿到这个红钥匙 是时候呢 把敌人给清了 这里有很多的子弹 看来他们干架是相当不给力 那我们承诺这个电梯上去 把这个敌人干掉就行了 那最后的敌人就剩下这些了 已经没有什么敌人剩下了 我用 我用机关枪作为狙击作用 这是不是有点好笑 那这应该是所有的敌人了 我这里连的东西都拿一拿 这个红钥匙里面呢 其实就是这么一堆东西 没有任何的 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啊 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注意这个血液啊 这个小壕沟呢 是会掉血的 所以说不要在上面站太久 找到这个门 打中回来之后呢 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现在红钥匙已经没了 是吧 发动这个按钮 这样的话就会打开出口 出关 这一关呢 正面的地方其实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它那些 很不规则的洞穴设计呢 很达到了这个天然洞穴的一些设计标准 就是要不规则 太规则的话 这个洞穴就没有意思了 是吧 但是这一关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有非常多很长 的电梯 所以说呢 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要把这个上下落差搞得这么大 稍微搞小一点 或者是把这个电梯搞得快一点 不是很好吗 我相信可能这个电梯可能不能再提升了吧 所以说我 我说这个上下落差就不要搞太大了 搞太大之后 你就被迫要用这个很长的电梯 那这样的话 相当没意思 是不是 可能有的人不喜欢拿了蓝钥匙之后呢 要重新走到蓝钥匙门 但是发现了 如果那个传送器这样乘坐 可以重新回到那个分叉路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确实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 也是上网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么一些 小小的诀窍吧 无论怎么样都好 这个第16关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次到达第17关 处理区 Processing Area 好的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